現在氣溫真的是很低 入冬的最強寒流來襲了 而台北市的陽明山國小呢 在1月23號跟24號兩天 他們要放低溫價了 最近的現場消息我們連線給記者童亞雲 好主持人關心呢 受到入冬以來最強寒流的影響呢 其實呢位在了這個陽明山上的這個陽明山國小 雖然海拔只有500公尺喔 不過呢現在目前溫度呢大概是13度左右 而且體感溫度呢又會更低 所以校方呢也考量到就是說呢 雖然現在是寒假呢 不過在國小的這個課後照顧呢 還有這個幼兒園的課後這個留言的部分呢 大概有24名的小朋友來報名這一個禮拜的課程喔 也考量到就是說明後兩天呢 可能呢溫度又會在更低可能下灘到個位數喔 所以呢也是考量到小朋友的安全還有健康的影響呢 是目前呢是明後兩天呢會實施這個低溫價 那是有關於校長最新訪問帶你一起來聽 明後兩天會是氣溫最冷 那我們考量陽明山國小的學區的分佈的情形 有大部分有很多的學生他所在的區域可能 比我們學校尾度那個高度更高 所以我們在考量一個安全喔 然後還有家長還有一個工作需要 把孩子送來學校的這個需求喔 我們綜合評估之後我們做了一個明後天 在幼兒園的課後留言以及國小的課後照顧班 來暫時停課兩天 可以聽到校長是表示說呢 其實有關於這個課後的這個照顧課程 是國小有12名的學生來報名 那其實幼兒園的這個課後的留言的部分呢 也是有12位的這個小朋友呢 來參與這個禮拜呢 從1月22號到26號的課程 那將會在呢這個下週的29號跟30號呢 來進行補課 不過呢其實也保留了這個彈性的空間呢 其實如果家長呢有工作的需求的話呢 還是可以把小朋友呢送來學校這邊喔 那以上下場最新的時間 鏡頭交還給朋友的主播